透过NFT的平台 怎么样让音乐人先有产品 再来赚钱 好来到第五集音乐NFT 我们依然有Andrew在我的身边 其实我当初刚刚开始 接触NFT的时候讲 一个图然后把它变成Variation 然后就一直这样卖一直这样卖 它不是这么简单 你有一个图像 然后就把它变成很多版本 然后就等待销售 对我来讲 这个是一个赌博和一个赌注 这个NFT我看了很多品牌 就是比较专业的 它有一个很棒的团队 然后很知名或者是资深的团队 那第二呢 我都看到他们至少会有 两三年的一个规划 他们就叫做这个roadmap 那今天我也想要请教一下 就是Andrew看 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些贴士 让我们接下来 Athoro也可以变成NFT 2020年到2021年头了 其实大部分的NFT就是 创作了出来了 通常他们就上载到 Opensea或者是Rerobal 然后卖了就算了 就是到此为止 那么之后呢 collector有更多的 expectation 那么更多的NFT project出来 成长率有超过至少10倍吧 几乎每一天 有超过10到20个project 每一个project owner都会出一点点的 不同的strategies来吸引新的collector 已经不像早期的时候 以最容易的方式 你自己create了一个NFT 就有collector去买 NAMV或者是一些比较知名的艺人 他直接upload去Opensea 马上可以卖是因为他们有很大的followers了 但是如果没有这种条件的人呢 他是要做一些不同的步骤来去吸引新的collector 步骤是什么呢 总共有4个步骤 然后每一个步骤有一个不同的团队 或者不同的人去负责 第一个步骤就是creation 所以要的人也就是creator OK 好 creator也就是 例如是画的话呢 就是illustrator咯 如果是music的话呢 就是那个创作人composer咯 可能你一次过出一个1000首歌 那么当你创作了出来过后 你有了那个成品 你就要把这些的成品 就是踏入第二个步骤 也是我们所说的building builders也就是说 coder或者是programmer 也就是说你不是upload去Opensea或者rarable了 而是要develop一个website 你的website需要integrate ethereum的wallet 如果我进去了 它会detect我的wallet 你要有一个blockchain developer 或者一个programmer 来帮你做这样的东西 就是要有一个工作人员 帮你设立crypto world世界的店啦 对 我们可以说是一个web designer 但是他要有一些区块链的指示 就是smart contract programming 才知道怎么把区块链的世界带入这个网站结合 对对 让你可以用你的crypto wallet 来买那个nft 用区块链的技术来购买你的产品 对 第二个阶段你需要这一般的人咯 好像这个我现在demo如果我mint的话 我直接按了过后它就会integrate with我的wallet 所以当我一买了过后它就会mint mint了过后我就可以直接去不同的marketplace 去看到我的nft 好像是open sea这样子 但是这个sorana blockchain不是去open sea 是去sorana blockchain的marketplace 自己的marketplace 你有touch and go 你有boost 你有grab 然后你touch and go里面也有跟lazada合作的 然后boost也有跟lazada合作 你可以用boost的coin来跟lazada买东西 你可以用touch and go的那个钱来跟lazada买东西 就是他们自己有自己的blockchain 这样的意思对吗 不同的blockchain ecosystem有自己不同的平台 这个就是大家应该要了解的 那么你可能会问不同的平台 可不可以贯穿去不同的平台 暂时来讲还不可以 但是未来是我们的 就是大家共同的目标是要达到inter-reverbability 这个是我们共同的目标 就是当你贯穿互相去不同的blockchain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是比较朝向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 明白 当你有了这样的website过后 第三个你要做的动作就是marketing 所以再重复一下 第一个是creation creator 第二个就是program and build programmer跟coder做的东西 第三个就是你现在讲的marketing marketing marketing是可能有跟一般传统的marketing 有一点点不一样 就是那个concept是一样 但是用的tools有点不一样 会比较倾向于用twitter 这个是必须的 social media 就是twitter Twitter community会追的 然后YouTube也是很重要 哦 ok 然后discord channel 第四就是可能你可以选择开一个telegram group 好多东西要管理 所以你要有一个人或者一群人相当熟悉 这四个social media的操作咯 尤其是discord discord是最多customization的 但是也是最好用的 这个marketing是你在自己的平台 但是还有一个向外的marketing就是说你要去跟一些influencer合作 influencer分两种 一种是traditional的influencer 例如说你要出一个music NFT 可能你就跟一些唱片公司合作 或者是跟NFT没有关系的那些艺人帮你宣传一下 第二个influencer就是在crypto community里面的influencer 就是那些YouTube channel是有很多subscriber 他专讲NFT的 专讲这个crypto的 一部分有能力买的是crypto里面的人 so你一定不可以忽略这一群的 so你就是在crypto圈子里面的marketing so他就会帮你retweet或者是post 或者做一个小video在他们的channel来介绍你的产品 so你怎样跟他们配合呢 就是例如说你有500个NFT 你可能可以送他10个NFT 他可以在他的YouTube channel或者是Twitter那边做一个活动 他也送给他的粉丝观众 follow like我的page 还有follow like你的page so你才可以选10个人可以拿到的 幸运者才有 这个是第三个咯 是social marketing site 那么第四个就是community management 你打算这个NFT project 不是卖了过后你就拍拍屁股就走人了 你是想继续下去 either你的目的是要launch 第二个project 第三个project 其中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GaryV 如果你知道GaryV 是一个世界上顶尖的social media的操作手 那么他最近出了一个Vfriends Vfriends我是有他其中一个NFT 早期买的就是这个年头 他的等级就是普通人是很难接触他的 但是如果你是有一个Vfriends的NFT 你就是可以在discord里面可以直接跟他 就是你变成他的粉丝群里面的VIP 亲切群啦 比较亲切可以靠近他的 然后他的NFT也是作为一个门票 就是说你有了他的NFT 你从明年开始 如果有能力飞去美国的话 你可以参加他连续三年的VConference 就是在真实世界里面这个东西是有价值的 所以现在就碰到utility那方面 这个叫做community management 但是要注意的一个点就是说 manage community里面 其中一个重要东西就是root map 就是刚才你有提到的 root map也就是说你在你的website那边 你需要有一个part你是mention到 解说你的planning跟规划 从三个月到两年 当你铺牌了这样的root map 你要make sure呈现你的诺源 so root map可能你会有什么东西呢 就是可能三个月后 我会创造一个新的歌曲给你去claim 然后可能好像GaryV这样子 你可以拿这个as a utility 我可能一年有十个活动 特别的优先圈 一个最终头的活动 我只是给NFT collector 所以大家就有这个好像exclusive DVD 其实整个东西反过来我们音乐界 它回到了一个原点 大家听完这个东西就觉得 又要创作人 又要这个programmer coding的人 可能就是这一群编曲人 制作人 然后还有处理这个版权的人 然后还要去到这个marketing的时候 又想到哎呀又是要去做social media 又要打广告啦 又要宣传啦 然后又要跟粉丝互动啦 可能音乐人听了说到最后还是我一个人做也是一样这么辛苦 然后我对NFT又不辛苦 我又没有Ethereum 感觉好像很难入场 那确实我讲真的啦 我是觉得真的很不容易入场 然后可能一时觉得很开心 很想要进场的人 不是我们想象中这么容易成功的 呃对很多音乐人可能是想要参与的呢 我就觉得暂时在这个Android 所谓的这个蓝海市场呢 呃不要抱着太大期望是对的 包括我现在在做这个Atoro 我其实也是有花钱来做这个Avatar 花钱花精神花时间来去研究 可是对我来讲 我就当做这个是我人生学习的过程 跟懂得未来趋势跟技巧的一个学习点 而不是准备希望Atoro 可以为我带来多少钱的日思维 先开始去去妄想啦 所以希望大家也要在这个东西多注意一下 那Android还有什么东西需要补充吗 在这一集 刚才你讲那个词experiment是很好的一个提醒啦 其实整个crypto community crypto industry 或者是Bitcoin来讲到目前为止呢 其实还是一个experiment来的 2008年2009年才出来嘛 就是史上第一个open source的 我讲这个词大家可能比较可以领会到那个精髓 Bitcoin是一个open source currency 给大家可以很公开的在internet那边用 而没有一个人可以去ban它 或者是可以随意去增加它的supply 所以NFT其实2015 2016就出来了 不过最近2020才开始红 所以更不用说NFT是更加早期 而且你讲的红才全世界的可能不到5% 对吧 不到5%再低了 因为5%是crypto crypto 这样可能整全球的人 只有1%的人在了解NFT 0.0001%的人在玩NFT 真正active 所以你还算是早哦 应该赶快experiment哦 principle就是你在月初期的时候 如果有精的话呢 experiment是成功的话呢 你就可以就是rip到最大的benefit 我现在做这三个avatar project 我也是没有太高期望的 就是我是抱着一个experiment的心态 是尽力去做看有没有人买 这样子而已 因为我们没有很大的followers 我们是一个爱好者罢了 就是在你的能力范围以内 然后期望可以有最好的结果 这样子不好咯 对的我挺赞成的 就是说也不要完全是说 抱着没有希望的方法 来去开始这件事情 因为人总要有梦想嘛 如果你都开始的时候都没有期望他能成功 那干嘛要开始呢 所以我是觉得还是应该值得去一试 我觉得整体来讲 我觉得有一点像我们一般公司在做上市的感觉 就是你要上市 你一定要有规划嘛 然后有road map嘛 然后要有承诺嘛 然后一定要有一个 妄想他一定能赚钱 一定能回馈 投资你的人的一个概念 所以我觉得他其实是还 蛮需要你有一个music printer的mindset 也不是说你是一个音乐人 你就靠这个赌注的方法 就进入NFT的市场啦 所以大家要记得 还是要成为一个music printer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这一期呢我们就讲到这边 然后第六集呢我们就有这个 NFT的疑点 我觉得这个疑点一定很多人想要知道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一般上我们音乐人呢 在做音乐的时候 我们都有这个产权 那在NFT的市场 这个产权跟我们真实世界的产权 有一点点的不同 因为真实世界的这个产权呢 有中心帮我们去管理 甚至你可能可以做你的view啊之类的 然后你的财产可以传承下一代 然后如果大家还记得我曾经说的 马来西亚的这个产权呢 你的作品 你死后50年 你的这个子子孙孙 还可以去继续征收这个版费的 可是在NFT的市场 到底又是如何传承你的财产呢 那我们第六集就会有这个课题的 那今天我们也是谢谢Andrew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